Hello,大家好,我是苹果,今天大家看到的是早熟绿植 一般是三月初的时候就基本可以吃一下 那时候不过那时候可能还有点酸味 现在已经三月二十号了 现在的话就可能好一点就没这么酸 还是可以吃的 因为现在的价格比较高比较好 特别是一月初的时候 月初的时候海南淋水那边那些河马升星那些超市啊 什么之类的都能卖到五六十块钱一斤 然后呢还有一些现在 现在的那边早熟品种一般都是 科技一号啊三月红啊 还有现在有个桂花箱 桂花箱在那边稍微比科技一号这种晚 或者香蜜枣这种晚一点 香蜜枣现在应该还没有引走到海南了 香蜜枣在我们广东这边去年的时候也是 三月底就可以吃了 今年的话现在还是小谷 所以还是比海南那边晚了一个月左右 大家也看到了现在也是红通通的啊蜜枣也可以吃现在 现在就没这么酸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也看到了 红通通的嘛啊 目前你看算你一棵树有个四五十斤 哎那你这个就就赚大了 一棵树现在他们收购价 现在我说的是现在三压时候的收购价一般是三十块钱左右 如果你三十块钱收购价那你一棵树有个四五十斤 我们这些树还小嘛 不是特别大的 如果是大树的话还好 大树的话产量可能会高一点 你一棵树平均下来就有两千块左右了 如果你是有一千到两千之间 因为现在价格价格好嘛 上得早 这个只能在海南才能这样做 反正如果你是在海南 建议可以种一下这个 不过上得早的都是淋水那边比较早的 淋水又比海口早一到两周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种的话去淋水那边 注定那个什么人罗啊本炮那边 对啊因为那时候价格高 啊又不愁卖 肯定了因为刚现在也是反正上市 也是比较好的 对它还是可以吃的 不是特别说 但是稍微有一点色可能 但是我们在那边 啊也要注意病虫害啊 这种的防治 因为果情更好看一点 这样就更加好 大家让它外观比较好看 大家卖价格更好一点啊 今天呢就是先这样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我是Bingo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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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